《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我们继续昨天的话题 美国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 咱们看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打这么厉害啊 据说是2020年一开年 中方就要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了 他认怂了 习近平打电话 给川普敲定这个事了嘛 好 就算这个中美之间贸易冲突可以暂时平息 这个川普也不会停手的 为什么呢 你看 签署这个国防法案同一天 川普还接见了几千名的年轻学生 他在会议上就重申了说 我们将共同反对社会主义 对孩子说的 所以你别看贸易战已经撼动了中共的经济基础 并直接影响了中共的所谓内部团结吧 搞得这个高层是一团糟 乱成一团 但是川普没有为这场贸易战呢 他做任何的预算 没花钱就把这个事给办了 那你说现在国防授权法要花那么多钱 要花钱真刀实枪的干了 你说川普他能歇手吗 所以可见2020年会更加热闹 昨天咱们还刚刚分析了说 我注意到法案中对于台湾问题描述的一些细微变化 从维系平衡到发展强大的国防力量 没有国哪来的国防 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恢复邦交关系呢 因为美台之间它是一个军事先行的关系嘛 麦克阿瑟把台湾比作不沉的航空母舰 所以美国优先考虑的是台湾的军事作用 考虑它的军事存在对美国国家安全重要性 一旦这种重要性在某个历史阶段 比如说现在凸显出来了 那么就会做出相应的政治配合、外交配合 好吧 昨天我的话音未落 结果昨天美国国会就有个新的提案出来 叫台湾使劫法案 使劫就是这个驻外使劫大使这个使劫 这个美台之间是没有外交关系的 因为当年的中美建交应了中共的要求 领事事务现在在台湾是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美国驻台协会办理的 所以台北办事处处长相当于美国驻台大使 原来这个处长是美国国务卿任命就行了 现在这个昨天提的这个法案 就要求美国驻台协会处长 要比对其他的美国大使的任命程序 必须经过参议院同意才行 这不就意味着什么 就意味着美台之间向邦交国的地位迈进了一大步 不过美国这边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得先做个动作 就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啊 记得我跟大家说过啊 希拉里曾经不说把台湾卖给中共 换取上万亿的中共手里的美国外债 别人说这很荒唐 不可能真的 也许它是一个政治玩笑 但是多少也反映出希拉里时期 美国对于台湾的轻视吧 奥巴马真的当时就为了中共一颗定心丸 那个定心丸是什么 就是我今天说的 就要解决的那个事情 叫做什么 台湾交往准则 它得把这个准则给删掉 或者把它给淡化 那个准则是什么 是来禁止台湾主权象征的 比如说后来不是有这个44家航空公司吗 在中共的高压下不得不拿掉中国台湾这个字样 所以你看着航空公司后来怎么处理的 你像这个美国的达美航空 只留下城市名台北 不仅把台湾给拿掉了 连中国也给拿掉了 所以就这么一个小例子 你就知道了 为什么说台独是中共制造的了 你说普通人嘛 都得有一个尊严和体面嘛 何况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呀 你逼人太甚 所以人家就不再稀罕你这个中国的认知 扭头而去 是不是 不过大家要注意到一些国际关系上的微妙变化 原来是中共逼得太紧 所以台湾们又打不过你 然后你把人家国际上的生存空间 也打压得越来越小了 不成了亚西亚的孤儿了吗 怎么办 扭头而去 现在呢 不一样了 台湾把身体一个转回来了 敢于勇敢面对中共的挑战了 昨天蔡英文总统着生了这个20位将官 我看了那个转播 我就注意到她这个着生20位将官时候 她使用了个什么 使用中共一词 来取代她通常在公开掌和中使用的中国这个词 其实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对美国方面台湾使劫法的一个呼应 前后脚嘛 台湾的敌人不是中国大陆 而是那个什么 而是那个独裁政权 你总是用这个蔡总统 总是用中国中国来称呼对岸 你不知觉中矮化了台湾了 你是中华民国呀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啊 中国大陆说句实话 它也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呢 所以我觉得蔡总统不仅要有守土之责 还要有将台湾的民主之光照耀中华民族的宏愿 这要你的格局才大呀 当年蒋先总统是有杀敌复兴之决心 可惜是没有当下现在这个天时地利呀 2020年台湾大选年虽然是乱象分尘 但咱们也看出来就是一个机灼阳青的好时候 台湾来年正通人和是必然的 咱们现在就把这个目光 说了这么多台湾的事了 咱们把目光从台湾移开转向太空 继续昨天留下这个话题 就是美国的第六个兵种太空军成立了 我们说说这个话题 美军的这个太空计划实际上是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的时候就开始了 在四五年 四六年就开始了 德国的火箭技术咱们知道是最发达的 它当时把那个V2导弹都打到英格兰去了嘛 当时盟军在欧洲跟苏联在抢什么呢 抢德国科学家 当然科学家们也知道斯大林的残酷 动不动就给你送西伯利亚去了 所以都尽量的往西线战场 往这个盟军这边跑 所以呢 很多优秀的德国科学家 就被这个美国就发现就网罗了过来了 美国的空军原来是属于陆军的 空军后来是四六年从陆军那里独立出来了 然后在这些德国的科学家的这些智慧和计划之上 制定了最早期的太空发展计划 当时最早的计划就已经涵盖了现在所有的领域了 什么卫星侦察、天气预报、通信、导航 包括这些主要内容 到了越南战争以后 美国的导弹预警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就开始建立了 并且迅速的形成了战略优势 于是就有了从科研理论到战争实践这么一个独立的系统 它跟原来传统的空军的概念不一样 比你还要飞得再高一点 对吧 传统的空军的概念有点跟不上趟 但是美国呀 它是一个有创新能力和商业化能力非常强的国家 所以就马上打破原来的框架 成立了太空军司令部 你原来给空军供应的那些配件、材料和那个产品 太空军那边用不上 飞得更高 所以它为了商业化方便的搞独立的一个系统 太空军司令部八十年代搞建设 就这么搞起来了 结果没多长时间 你看 所以它这个科技创新很快就尝到了甜头 90年波斯湾战争打起来了 太空作战的概念第一次得到了应用 如果说这个伊拉克 它的俄罗斯装备的雷达防空侦察系统 你跟它打个比方 你说就像那个叫猛哥一样 它东西转出来 往左边看 我又没找 就是观察 特别灵 它那眼睛可惊了 对不对 那你美军的太空系统是像什么 就像高处的鹰 那看的比你看的高多了 战场的全面感细节差别太大了 九十年代 美军就完成了GPS的这个全球定位系统 它叫星座建设 定位的几颗卫星 建设成功了 那么2001年提出来建立太空军独立作战的思路 就准备独立成军了 但是呢 这个提案就在国会被搁置了 随后奥巴马上台之后呢 整个方案就被冷藏起来了 一直到2018年被川普重新提起来 一直到这次被通过 这么一个过程 咱们就想问了 就说原来被搁置的这个田 为什么现在要启用呢 有怎么样一个背景呢 大家知道这个里根总统搞过一个星球大战计划 那就是一个天机系统 基于太空的一个防御系统 苏联如果说它在苏联那边发射核武器往北美打 那么在太空中就可以把它给拦了 拦截下来 这个计划呢 实际上是最后刺激了苏联的军备竞赛 最后拖垮了苏联 冷战结束之后 这个庞大的星球大战这个太空计划 就觉得太花钱了 而且做了不少的实验 当时也没有成功 所以美国就没有继续实施下去 但是呢 中共那边在海湾战争之后啊 它整个就被震住了 这个仗可以这么打呀 你想 当时这个战场上有大量的中共军队 同型号的主战坦克 全都被毁掉了 美军那边呢 伤亡甚少 伊拉克 当时是刚才说到的 这个是苏联的通信指挥系统 这个指挥系统 中共的系统比这个还不如呢 结果这个系统一瞬间就被美军给摧毁了 这种差距太大了 近30年来 中共就受刺激 就大力发展太空军事科技 由于中美之间在太空领域发展的愿望和投入 就是辞涨比销 中国那边挣了钱了嘛 又有发展太空的愿望 叫辞涨 美国这边没有愿望 也不愿意投钱 叫比销 那么好 你想吧 美国的科技优势就迅速的被赶上来了 尤其你想奥巴马时期的军事科技 几乎是停顿的 很多的军事项目都下马了 美国培养出来 他照样院校毕业、科技机构毕业的这些什么呢 这些学者、科技人员、太空领域的 他还在不断的出来 一看没单位、没项目、没有钱怎么办 好多就到中国去了 带走了很多他们掌握的技术 所以就大大充实了中共航天科技 在这段时间的发展 那么到了2007年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打了一枚火箭上天 击毁了中共自己原来一颗报废的卫星 风云一号 这个举动震惊了世界 为什么呢 这意味着太空和平竞赛的平衡被打破了 开始在太空出现了武器了 这滑稽的是什么呢 第二年中共向联合国提出了一份这个条约 叫防止外太空使用无力 他碰 打个火箭上去 然后说全世界都不准用武力 你说这谁信呢 所以呢 美国就开始有反应了 你2007年打卫星 我2009年 这个美国就开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进入收官阶段 把这个计划给完成了 这可是美国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单项军事计划 500多亿美元 到了2015年 习近平就开展深化军队改革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 2015年12月31号 战略支援部队作为第七支军事武装力量成立了 它为什么第七 它比这个美国多一个武警嘛 这个战略支援部队它建立这个章程 几乎就是比对1990年海湾战争时期 美军战略司令部的那个职责确定的 按照那套训练大纲来执行的 它也是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标志 明确的放弃了这几十年来学习苏联的军事模式 转而学习美军了 学习美军的战争特点 学习他们的战略风格 这个动作是川普上任后建立太空军的最大刺激点 川普一上来一看 中共那般一支特殊的军队都成立了 我怎么应对呢 所以呢 川普就提出来太空军建设 但是这个提案再次提出来放入国会的时候 民主党还是阻挠 甚至众多的美国媒体挖苦计讽声浪还是很高的 结果是什么 叫不作不死 中共发布了什么 发布了新时代国防白皮书 完全摆脱了长期以来这个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吧 叫韬光雅辉嘛 很隐藏的这么一种野心 把这个东西全给抛弃了 特别提出说 在美国的战略调整之下 国防发展的新目标是太空电磁网络 随着美国国会拿这个国防部把这报告一看 美国国会一看 哇 原来中共真那么干呐 它真的要在太空上发展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了 所以很快就通过了川普的太空军计划 一个你看 原来就在一年前 美国左翼媒体都认为是不可能的 川普 你做梦吧 哪花那么多钱去 新军种就这么就诞生了 所以你看 美国冷藏那么久的军事计划 中共2007年一颗火箭打卫星 把美国冷藏的军事计划给激活了 合理这美国英队也只是单向军事计划 我只是发展一个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结果中共呢 搞一支新的军种出来了 这就刺激美国重提成军方案 最后呢 本来在国会那都是搁浅的 然后中共又来个国防报告 鼓励美国国会最后把川普的设想变成了现实 你说这是不是作死的节奏 对吧 就在美国国会通过太空军成立的 这个授权法案前一天 中国这边发射了叫一箭双星嘛 这是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 当然这个技术现在也比不上美国的 这个SpaceX的这个回收技术了 发射上火箭网的回收了 省了好多钱 这样的这个一箭双星啊 就中国就完成了叫北斗三号的全球系统 它要准备发24颗嘛 形成这个覆盖网嘛 这个叫中远轨道 卫星的全部都部署好了 这个计划原来是准备在2020年 就是明年的中旬完成 明年6月完成的 现在呢 整整提前了半个月 所以你看到没有 政治意味是非常强的 那就是要跟美国在太空领域叫板 知道你这几天国会要通过这个法案了 我这边把北斗这个卫星搭上去 为什么中共就那么要花钱 那么使劲要在太空领域拼上一把呢 那么双方会在太空领域有怎样的较量呢 我们先看中共这边是怎么想的 它认为美军的优势在哪里啊 在它的指挥、战场协调、通信、侦察手段 这些呢 都依赖于太空 空间设施事实上是美军最重要的节点 它想把这个节点给它打掉 比如说美国它先进的中程导弹系统 先进的导弹拦截系统 离不盖太空 说现在中共这边发展了很多中程导弹 但是美国那边防御系统很强大呀 对不对 你导弹能打到航空母舰吗 能打到某个军事基地吗 美国的拦截能力非常强 但是这些都离不开太空 得指挥方向 对吧 得发现目标 美国有航母很强大 中共呢 也有了 现在是叫双轨叫门了嘛 辽宁号山东号了嘛 双轨叫门不是叫别人的门还是叫自己的门 虽然说这个航空母舰这个重要的硬件 比如说这个动力装置啊 这个飞机弹射系统啊 还有这个综合情报系统啊 这个舰上的这个 跟航空兵的这个配合程度啊 这方面还差得很远 但是我们知道哈 航空编队最重要它的生存和打击能力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远端打击能力 就是飞机飞得越远 它的胳膊伸得越长 你还没打过来 我已经够让你了 是这个意思 对吧 决定于它覆盖多大 那么这个呢 就依赖太空了 所以中共这么一比较 你想吧 扬长臂短的打仗 那怎么突破呢 中共的设想就是在未来的中美战争当中啊 必须尽一切力量摧毁美国的天机系统 这好像就是这个神话当中帕里斯一箭射中的 战无不胜的阿切里斯的脚后跟一样 阿切里斯的脚后跟嘛 致命之伤啊 如果摧毁了天机系统 美国在指挥、通信、控制、计算机、情报、侦查 战场协调方面的拥有的优势将化为乌有 就咱们举例子 你看美国的特种兵在进行反恐作战的时候 对方有几个人在什么位置 他可以呼风唤雨 全是卫星帮他看着的 进行个别的指挥 已经协调到了单兵作战 跟这个天上的卫星协调起来 作战能力非常强大 那么如果把美国在太空中的这些卫星 哪怕就是同归于尽 我打你一颗 你打我一颗 全打掉了 把对方的卫星全打下来 大家都看不见 大家都失明 谁有优势啊 中共有优势啊 那将逼着美国不得不跟中国打一场什么 就是1970年以上的传统战争 习近平估计 我看他是老电影看多了 被自己的宣传都搞懵了 以为真的 就跟美国人拼刺刀就能拼赢了 刺刀剑红能赢 那么美国人会跟你拼刺刀吗 在具体的军事科技 军事战略和武器装备上 中美之间是各有哪些优势和胜算 我看咱们今天这时间又不够了 咱们把话题再留到下一次 因为今天是圣诞节平安夜了 我这里老是嘚嘚嘚的 跟朋友们在一起纵横天下的 那边的圣诞老人蹭一身的烟囱灰 赶着他的几批北极骡子都走了 我把节目给朋友们留下 我也往家赶了 所以在这咱们就匆匆的把这一期节目结束了 我们下期接着聊 朋友们 衷心感谢大家一年的相伴 祝大家圣诞快乐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